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enardo Schlein 他是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外科医生 这个外科医生他很喜欢科学跟艺术 他在1979年的时候带着他12岁的女儿去纽约参观博物馆 他觉得应该让女儿接受一点西方艺术的熏陶 那么他们妇女俩参观了一个上午 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起 在中午妇女俩在一起吃热狗 他就问女儿 今天上午你有什么收获 因为你一个上午都在不停地问我问题 这女儿就撇撇嘴说 皇帝的新装 ample had no clothes 大家知道这是借助于一句童话 借助于这句童话 想表明女儿对艺术品的态度 就是人云以云的事情 就是你们这些大人 长者告诉我 这些艺术家是伟大的 这些艺术作品是人类文化的溃报 所以呢 就试图让我接受这一点 他说爸爸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些艺术品它为什么是伟大的 而这种伟大 又往往让我看不懂 告诉我一个理由 这个父亲呢 他觉得他有理由去回答女儿这个问题 也想揭开自己心中一种疑惑 就是他在欣赏艺术品的同时 也往往感受到 某些艺术品不被人们所理解 往往越到现代艺术 越觉得这些艺术品 这些艺术家所要表达的东西 似乎是超脱人的感官世界之外 他同时也很喜欢物理学 他说他在欣赏或者学习 现代物理学知识的时候 往往发现 越是从古典物理学走向现代物理学 越觉得物理学也觉得 也变得不可理解 也似乎是那儿展示的自然图景物理世界 也不是人们感官所能够认知的 所以他觉得 他一方面要回答女儿的问题 一方面呢 也试图去揭开物理跟艺术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花了十多年时间 读了大量的关于科学 艺术 宗教 伦理 哲学 著作 在1991年 出版了这么一本书 这本书呢 它的标题叫Art and Physics 副标题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 就是物理与艺术 是人类认知 空间 时间和光的平行愿景 其实他就想在这本书当中 转达自己的一个观点 或者说 在思考 前人没有想过 或者说前人想过 没有把它总结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艺术家跟物理学家 其实都在认知这个自然 都试图去理解 自然现象背后的某种法则 当然艺术家还要理解人类的情感 这样一个科学跟艺术的 之间的相互关联 相互交融的这样一种思想 其实在很多科学家 艺术家 哲学家 教育家 那儿都存在 李正道先生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他还是一位很好的艺术家 他创作了水彩画 也在出版社 做了正式出版 而且多年来 他一直倡导科学跟艺术的相互交融 试图把这种相互交融 转达给青年学生 试图把这种相互交融 能够以一种教育的方式 普及的方式 给公众说清楚 那么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事实上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科学跟艺术 都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 都追求深刻性 普遍性 永恒和富有意义 从他这句话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科学跟艺术 它有一种共同的基础 就是人类的创造力 都追求一种永恒的 形而上的东西 好 下面让我们开始这样的一个课程 首先从硬币的两面讲起 也就是对科学跟艺术 我们做一个引言 物理学 大家学习了好几年了 它是一个理性的东西 艺术是一个感性的东西 你看物理学跟艺术 这两位学科 似乎是风马流不相细的 属于不同的文类 它有共同点 也有不同点 艺术的表现手段是什么 是想象 是图景 是比喻 是抒情 所以它是人类想象力 跟审美力的展现 艺术家总是要表达出 一副前人没有表达过的 一种自然图景 一种人类情感的揭示 向观众 向欣赏者 传达他的某种情绪 所以 佐拉曾经说过一句话 艺术 就是在特定情绪下 感受到的自然 物理学表现是什么 物理学是理性 它表现手段是数字和方程 它追求自然现象背后的法则 而这种法则 是用数字和方程来表达的 菲曼曾经说过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东西 坚不可测的话 就是那些永恒的物理学常数 和那些伟大的诗意般的方程 所以它追求的是 数学关系和精确的实验验证 所以传统上说 艺术呢 抒发情感 物理呢 追求理性 这两者之间是看似是对立的 但是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面对同一个自然 都试图去理解这个自然 都追求对这个宇宙 对这个人类的情感 追求一种精确而细致的表达 那么这样一种创新性的表达 或者精确而细致的描述呢 就共同构筑起物理跟艺术的一种范式 我们来看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是后印象主义艺术家高庚的作品 高庚是一个跟科学没有打过什么交道的人 他其实作画时间比较晚 他早年是做一个股票经纪人 后来因为热爱艺术 放弃自己的职业 去做艺术创作 那么他在艺术创作过程当中 总是试图把自己对自然的理解 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去 这是一幅四米半长的一幅剧作 也是高庚啊 他对自己一生的艺术总结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雄心的作品 把人带进一个似真非真的 时空延续当中去 他试图去探究人的来去之谜 人与这个自然的相互交融的关系 从一个人的出生 经过他一生当中的黄金年代 就是去摘取智慧之骨 最后呢 是在自然当中 在宗教的关爱之下 在亲人的关怀之中 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这是人的一生 和自然的来去交融 这幅画 他最令人震撼的地方 就是他的话题 他说我们是何处来 我们是什么 我们往何处去 这三个令人震撼的问题 其实就是科学的最基本问题 我们科学追求什么呢 科学追求是探究宇宙是怎样起源的 生命是怎样起源的 人类的未来会怎样 这是科学家总结出来的 像霍金在时间监视当中 就指出科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也不例外 文学家也不例外 像取元 取元的天文 一百多个天文学问题 开头那几句话 如果翻译成白话文的话 就是这浩芒的宇宙 究竟有没有一个开头 那时浑浑顿顿 天地未昏 人们凭什么来研究 穷儒的天盖高达九层 多么壮观秀丽 太阳和月亮高悬不坠 何以光耀千秋 等等等等 天文地理 波谷神话 无所不济 神高妙远 发人深省 你看这样文学家 艺术家 科学家 分属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地域 但都追求对这个自然的认知 追求对这个自然的理解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或者说按照那位 Lenardo Schlein 那位外科医生 他所声称的 其实艺术跟物理学 是人类认知真理的平行愿景 人和自然 究竟有什么关系 这是从2000多年前以来 哲学家一旦不断探究的问题 那么人们发展了种种文明的 一种分支 或者种种文明的范式 来试图去理解这个自然 可以通过艺术的手段 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 也可以通过文学的手段 到条条大道通罗马 都是试图去理解这个自然 像这样一个图画当中 艺术家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去体会自然的奥米 而科学家去做粒子物理实验 去体会基本粒子的奥米 所以科学跟艺术 它的共同基础 正如李正道先生 多次阐述的那样 它是人类的梦想和人类的创造 从它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上来看 其实科学跟艺术都是来源于世界 都是从自然当中来的 同时又是人所发明的 根植于头脑 是人对自然的反应 以及对反应的加工 所以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创造力 都试图去探究现象表面的那种法则 现象背后的那种永恒的东西 月明星期之下 当你感受到宇宙的精妙结构 这时候你说艺术家跟物理学家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内 去做这种创造的时候 学科间的障碍就消失了 科学跟艺术就会进入了相互交融的境地 所以在科学创作的时候 科学发现的早先的时候 那种想象里 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 其实深深的都在影响科学家的科学创造 同样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也不断地刺激艺术家的创作灵感 所以真正的创新性的科学跟艺术的工作 他们在进行创造的时候 都是进入了一种形而上的境地 我曾经把北京奥运会的一句话 叫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把它改成同一个宇宙 同一个梦想 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情怀 也可以说是人类共同探知 未知世界的那样一种追求 那种崇高的境地 所以在整个这样一门课程当中 我想跟大家强调两点 因为艺术的种类非常多 内涵非常丰富 我不可能一一地给大家去解剖 去分析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我们只把我们整个这样一次课程 这样的一门课程 把他们的讨论的范围限制在物理学 特别是前沿物理学 限制在艺术 特别是前卫性的艺术 追寻这样物理跟艺术的发展历史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揭示每一个创造性的背后 艺术革命 一次艺术革命的背后 或者一次物理学革命的背后 他们之间那种创造性模式上的相通点 我不去展现科学跟艺术的那种表面上的交融关系 比如现在有一些艺术创造 它是结合了一些科学图景 比如结合太空的一些观测 表现出的一种艺术图景 我不去展现这个东西 我希望展现的是探讨物理学跟西方美术这些画家们 他们虽然是互不相识的两个学科 人群 但是他们在对宇宙图景的认知方式上 看看他们有什么相关相连本质存在的关系 这是我们整个课程的这样一个目的 首先要有主题 艺术跟科学分别研究什么 有的同学说 研究宇宙 揭示宇宙法则 那么其实在这个宇宙当中最本质的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三样东西 空间 时间 和光 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万事万物都离不开空间 时间 和光 所以它是艺术跟物理的共同主题 中国古人有句话 叫四方上下未知雨 古往今来未知昼 所以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当中 宇宙就是时空 就是时间和空间 那么对这三个东西的认识 其实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共生共存 东方西方都是如此 而且都是在公元前五百年的时候诞生的理性主义的文化 那么我们首先呢 从古希腊谈起 谈到西方文明 谈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光辉 都不得不追索到古希腊 古希腊是一个黄金年代 是一个高度理想的黄金年代 那个时期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 他们对自然的思考 对人类的本质的一些东西的思考 可以说影响了2500年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当然中国人也建立了自己的东方文化 哲学家所关注的第一个命题 这个宇宙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 那么第一个古代的哲学家 或者说古希腊的哲学家 应该是从泰勒斯说起 泰勒斯这个人 他的活跃年代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年左右 这个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 也就是中国的儒教道教文化发展的那个时间 是相一致的 因为孔子是生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 老子比孔子还要大一点 那么所以这个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 都是在这个年代诞生的 这个歌字的思想文化 那么泰勒斯他有一句名言就是 万物源于水 这句话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荒谬的 但是追求万事万物的本源 就是从这句话开始 而且这正是理性主义思维的开始 这是第一个大家要记住的 古希腊的哲学家 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 从此开始 第二位我想跟大家讲的 也就是对后世 对后来的科学和艺术 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位哲学家 就是比达格拉斯 比达格拉斯定理 就是中国古代人所说的 勾股定理 那么他提出一个命题 叫素机万物的思想 这句话如果说从表面上来理解 似乎也是芳妞的 但是如果把它理解成 这个自然的法则 是可以靠数学来描述的 这是千真万确 你看现在大道宇宙星辰 小道围观世界 他都是通过精巧的结构 或者说都是通过精确的数学关系 来表达他们的存在形式 而且从比达格拉斯开始起 大概数学跟哲学便共生共成了 也就是不足为怪 许多伟大的数学家 本身就是哲学家 这里面最杰出的应该是迪卡尔 比达格拉斯还有一个最基本的 对宇宙的观点就是和谐 简单 这个也是被后人所继承 所以这样一个所谓的神秘主义的哲学流派 其实它对后来的科学跟艺术的发展 产生着很重要的影响 因为后人都追求一种唯美的东西 简单的东西 这其实都是从比达格拉斯 包括他的学派的正统传人 柏拉图那儿继承得到的 这是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 但是他跟柏拉图的哲学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柏拉图讲究的是理念世界 唯心主义 唯美主义 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 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自我存在这个世界 要通过感性的经验 来总结出 来推理出这个自然 这个世界 它的法则 它自然背后的法则的东西 所以他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跟他的老师柏拉图 完全是矛盾对立 但是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我爱我的老师 但是我更爱真理 同时这个人是个百阔全书式的学者 他对逻辑学的贡献 深深地影响了科学的发展 你看现在 我们所有的具有理性主义光辉的这种学科 都遵循的是一种逻辑演绎的方法 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 逻辑学其实跟 希腊哲学家对时间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 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因为刚才我讲了 时间和空间是自然界的本质存在 那么人们试图理解它 那么对时间这样一个既简单又神秘的东西 我们建立它第一个 关于时间的意义的这样一个图像 那就是序列化的时间图景 你看过去的神话 时间都是轮回的 人由死到生 还有又回到生 是一个时间轮回的观点 而如果时间是可以轮回的话 那逻辑就是不存在的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逻辑它一定是逻辑的时间序列 如果说未来能够轮回到过去的话 那这个逻辑推理就没有意义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其实不仅是在方法论上 给人们展示了认知自然的这样一种工具 其实它对时间图像的理解是线性化的 是均匀的流失的时间图景 当然这是一个北阔全书式的学者 我们学习物理学的同志 往往都是从潮浓亚里士多德开始 这个不怪大家 某种意义上你们的老师要承担责任 总是在课堂上从潮浓亚里士多德的 某些错误的物理学的概念 物理学的结论开始起 其实在硕果累累的这样一个 北阔全书式的学者面前 我们这些凡夫出子 连顶礼膜拜的资格都没有 最后一个 我想强调一下欧基里德 因为他对空间的认知 他对空间图像的建立 深深的影响了科学跟艺术的发展 欧基里德总结了史前文明 对空间的一些零星的认知成果 最后以一种非常严密的体系 总结出了几何原本 可以这么说 除了圣经之外 大概几何原本是对现代人生活 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看现在 你做任何事情 思考一个问题 总是情不自禁的 在画图 用直线圆来构筑起一个 抽象思考的形式上的东西 谁给你的影响 欧式几何学 欧式几何学 其实他给我们的一个空间图景 就是均匀连续同质空的 这样一个概念 而且他潜意识地告诉你 空间是由直线构成 我们试想一下空间 两点 联系这两点的曲线有无数种 但直线只有一条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 直线和圆 这是欧式几何的核心概念 欧式几何学首先是五个公里 这五个公里 通通讲的是直线的基本性质 和圆怎么形成的 比如连接任意两点的最短距离 是一条直线 这是一条公里 平行线永不相交 这是一条公里 任意一个线段 可以做一个圆 以它为半径 可以做一个圆 这也是一个公里 所以直线跟圆 这两个简单的图像 人类构思出来 或者是人类创造出来 那真的是不简单 它实现了从现实到思考的桥梁 现实当中 直线不能说不存在 但是也是非常少的 我们的大千世界 你看 卵石混原的 山峰崎岖的 树干是弯曲的 哪有真实存在的直线 我们现在所创造出来 种种建筑 种种艺术的 或者说物质的形态 往往都是用直线构筑的 这其实是欧式几何学 对我们的生活的某种影响 所以直线构筑空间 这样一个概念 是从欧式几何学那开始 而且是给人类 整个的文明范式 带来极大的影响 从此之后 线性化的原则 就进入了人们的逻辑思考当中去 也成就了古希腊的科学的品质 那就是理想 唯美理性 古希腊人是认识这个自然 我们总结一下前面的 这个阐述的 从和谐的宇宙观 到追求宇宙的本源 最后希望用简单的图形 来表达对这个自然的理解 整个这一套体系 都追寻着理性理想 唯美的原则 求 是最美好的 所以柏拉图说 整个星体都应该是球形 圆是最完美的 所以星体在空间运动 应该是一个个圆周 直线是处于超级地位上 最简单的一种集合形态 而且用直线构筑起立方体的时候 多面体的时候 柏拉图首先就证明 或者说现在很多人认为 从欧拉公式可以给你简单证明 就这些线段构成这样一个正多面体的时候 只可能构筑出五种多面体 柏拉图就把这五种多面体 最简单的五种多面体 也是最完美的多面体 把它代表宇宙当中最基本的物质形态 就是土 火 气 水 最后这一种 他说它最复杂 十二面体最复杂 它代表整个宇宙 宇宙当中最神秘的存在是什么呢 叫以太 这是亚里士德德提出来的 叫以太 所以这十二面体就代表以太物质 所以用这种简洁的图形 这样一种唯美主义的精神 他们就构建出这样一种科学的图景 古希腊的科学的品性 其实古希腊对这种唯美理想 对这种观点也体现在艺术创造当中 希腊的雕塑非常漂亮 直到现在你去看它 仍然是美轮美奂 那么这些雕塑都遵循的基本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和谐 要唯美 有一个雕塑家写了一本书 叫《规则》 在这本书当中 他规定 一个人的头颅 他的大小 他的长短 他的眉毛到头顶的距离 眉毛到下巴的距离 都应该遵循 方金昏格原则 这样的雕塑才是最完美 那么这种古希腊雕塑的最高峰 应该是藏在罗浮宫的威纳斯 这是美的象征 罗浮宫的圣馆三宝之一 是不是 它是理性理想唯美艺术最高峰 那么其实我们整个人体比例 就遵循这种和谐的 这个人体比例 就是一种和谐的创造 比如人的头颅到肚脐 肚脐到脚底 它整个的比例关系 应该遵循一种黄金分割原则 在雕塑的创作过程当中 人们去做这一点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人们也揭示出 那些所谓的 比较完美的人体 都应该满足这样一种 黄金分割的这样一个原则 古希大开创了一个 非常令人震撼的 理想化的这样一个年代 那么我们今天仍然能够体会到 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 哲学家的一种情怀 这是拉斐尔 文艺复兴三节之一 最年轻的 他创造了一幅作品 在1510年前后 在这幅作品当中 他用一个古罗马的一个建筑 拱形的建筑底下 迎面走来的是一批 或者说古希大 八百年古希大的文化历史上 那些最杰出的哲学家 迎面走来的是一手指天的 柏拉图和守佛大帝的亚里士多德 都是身材异异 这两个师徒两人的哲学观 贯穿整个2500年的西方文化 对立的 矛盾的 一个是维吾的 一个是维新的 有人说 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 就在围着师徒两座注脚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 人物 空间 群体都充满韵律 呈现出一种恢弘的态势 所以拉斐尔以他的天才 这是个少年才俊的画家 以他的天才 定格了哲学家高贵的情操 和古希腊高度理想的黄金年代 当我们结束古希腊的旅程之后 将走进屋里跟艺术的发展的简史 好 这次课就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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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